大家好,我是正邦系统的子庆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苏珠绿叶这一款竹纤维 它跟普通的抽脂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取了一片 给它完全的浸上水之后呢 然后用力的捏它 好,如果普通的纸巾它是打不开的 浸完水之后再捏它它是打不开的 但是苏珠绿叶这一款竹纤维的就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出差的话 酒店的毛巾然后相对来说不是很卫生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苏珠绿绿叶的这一款 纸巾给它做一次性毛巾用 打开之后跟湿巾一样 那么我把它打开之后它是非常完好的 你怎么来用呢都可以 怎么来用都可以 可以当一次性的一个湿巾用 同时你家里可以用它来蒸包的蒸馒头 因为它是纯就是竹纤维提取的 它是原色不漂白天然无刺激 那么我们再来对一下对比 那么我取一点点 取出一点点来 看一下它这个材质怎样 我拿这个火机呢给它进行烧一下 来观察一下我刚才吹的有点厉害了 来观察一下它是白灰 白色的灰烬在上面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另一款啊 可能说是在市面上就是你去买的话 比较普通的一些纸巾它们是怎样呢 烧它看一下 来看一下它这个灰烬是不是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然后跟白灰的区别 是非常的明显 我们这一款呢是非常健康的 竹纤维的一款纸巾 而且它的价格呢也非常的优惠啊 我的分享呢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